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大家看得出来啊 我是徐志尚 就大家看得出来啊 我这个长相就很符合这个行业的要求了 就是无论台下的观众在干什么 只要我上台 大家都会忍不住地看我今天 他们说这个好笑啊这个 进入这个行业之后 我确实经历了很多 我以为我永远不会经历的事情 就比如说前一段时间 我去参加了一个直播带货活动 我当时自己背着书包就去了 负责接待的人也很热情 正在那儿跟我聊天 聊到最后问我说 咱们的艺人什么时候大 而且关键导演在分配产品的跟我说 说志胜啊 你今天负责的产品就是卖面膜 当时我都懵了 我说导演啊 就我这个长相 你让我卖面和卖膜都行 这就炸了 我天 但卖面膜会不会太冒险了呀 而且确实当我拿着面膜出现在直播间的时候 看直播的观众也很激动 就在那里疯狂地发弹幕 但我发现没有一条弹幕在讨论产品 全都是问号 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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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特别不解释 只不解释我就问导演 我说导演啊 你到底想通过我这张脸 来表现这个面膜的什么作用 副作用吗 刘老师都笑成这样了 还不拍吗 真的 我有时候看着自己的长相 我就在那儿想 我说这个长相 还有什么能失去的呢 直到我开始脱发 哇 要熟灯了啊 要熟灯了 真的 就随着发际线越来越高 脸还越来越长 我就感觉我的脸在给头发抢地盘 就跟大家说句实话 以前这些部分都不是脸 就这个头发掉的牙齿真给我长脸 就这个头发掉的牙齿真给我长脸 对不起啊 我 就因为这个长相和这个发型 就很难让人相信 我是一个95年生的人 真的 你们的反应刺痛了我 我今年刚刚研究生毕业 但是我发现我这个长相 却总让人感觉我过得很悲惨 就前一段时间 我去我们楼下便利店买牙刷 我正在那儿挑了 突然老板凑过来说 这个最便宜 对不起啊 哇 真没有机会了 自生自生 最高兴的是何广志 真的 我当时都懵了 我就心想 我说这是什么意思 结果他以为我还在纠结说 真的没有比这个再便宜了 这个长相可能唯一让我感到安慰的是 就是真的会有人来安慰我 经常会有朋友看着看着我 说自生啊 没事 没事 你自己啊 想开点 就经常安慰得我手足无措 因为没有人安慰我的时候 我也不自卑 但大家一安慰我 我就感觉不自卑是我的问题 是我没有意识到自己长相的严重性 但我就认为啊 人的长相肯定都是平等的 只是长得不同而已 但是你会发现 有些人就喜欢对别人的长相指指点点 经常我就认为啊 谁也没资格评价别人的长相 因为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绝对的美 也不存在绝对的丑 但上次说到这里 一个朋友打断我说 你这个话说的有点绝对啊 太猛了 所以我就特别喜欢脱口秀 因为脱口秀的观众 看到我这个长相 就是很开心的笑 有一次我去演出 上台之后一句话没说 全场报销了五分钟 就在那五分钟里我就明白了 什么叫天生我才必有用 但我想着这毕竟是个语言艺术呀 我就给大家说大家能不能静下来听听我的内容 但你听听说我的天口音也这么好笑 好吗 就在这里向大家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许志胜 嗯 就我没有容貌焦虑 太坏了 我头发都这样了我都不焦虑 你说痘痘你们焦虑什么 哎呀 但是刚才彭博老师说他是色弱嘛 其实我是红绿色盲 我也是在知道彭博老师是色弱之后 我才知道原来我们色盲分为 红绿色盲 蓝绿色盲之外 还分为好看的色盲和不好看的色盲 但是我也确实因为得了色盲之后 得到了一些对我长相的肯定 因为每一次我看那个色卡的时候 医生都在那儿 你好好看 我说这好看就忘了我还好好看 我也是得了色盲之后才发现 原来大家对一个病人的态度 竟然可以是好奇大于同情 就我是在高中确诊的色盲 就我确诊色盲之后 我的同学就直接以我为中心 把我围成了一个圈 我当时站在圈中间 看着大家那种期待的眼神 我就感觉自己是一个色盲表演艺术家 而且这个时候还有同学出来说 紫上来 你看那是什么颜色 你看这是什么颜色 那种感觉就是 哦你是色盲呀 那我非得给你点颜色瞧瞧 那我非得给你点颜色瞧 我现在我在那看不到颜色 他们还在那里鼓励我说 自声啊 没事儿 你再仔细看看 我当时都懵了 我说怎么仔细看看 就是我色盲是因为我太粗心了是吗 这都是不太 而且大家要知道 色盲这是一种病 而且这种病治不好 这是一种绝症啊 绝症 绝症 而且色盲作为高中生物的一个重要知识点 就我的同学后来看我的眼神中 开始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 就他们开始不光关心我 他们开始关心我爸妈 说自声你是色盲 那你爸妈呢 我说不是啊 哦 那他们的基因型是大A小A啊 他们生你的概率是四分之一啊 而且色盲这个病 对我可能生活造成最大的一个影响 就是我过马路的时候是分不清红绿灯的 我第一次过马路看到红绿灯 我还特别奇怪 我还去问过我们老师 我说老师啊 为什么红绿灯 这么重要的东西 要用两种这么不容易区分的颜色 我老师都懵了说 因为这个就是人类最容易区分的颜色 而且我妈知道我这红绿色盲组 就一直给我说 说你过马路的时候啊 一定要别人过的时候你再过 但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 我总有自己过的时候吧 每次这个时候我都要在那里等 等一个人来 而且这个时候啊 如果刚好是红灯的话 非常合理 我就在那里等红灯 但如果是绿灯的话 他会发现我也不走 但一旦他从我身边经过 我就会立马跟上去 就这么跟了四五个单身女性之后了 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女生啊 一旦发现我跟上去之后 就会开始不自觉地加快自己的脚步 但是他们加快脚步 在我眼中意味着绿灯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所以小狗应该是第一了 后来啊我就开始很认真的总结红绿灯的规律 后来真的让我总结出来 就在我眼中啊 绿灯亮 红灯没那么亮 我就靠这个来过马路 但是很多朋友会特别奇怪 说志胜啊 那你黄灯怎么办 我说黄灯 我本来就认识呀 我就发现啊 我这种色盲 是属于生理性的色盲 就看不清红绿灯 但是现在在这个社会上 有很多精神性色盲 因为他们过马路的时候 也不看红绿灯 他们只看身边有几个人 只要超过三个 红灯唯一的作用 就是为了烘托一种喜庆的气氛 真的有一次 我给你大妈在那闯红灯 我说大妈大妈 这不是红灯吗 哎呀小伙子 你走着走着就绿了 往下这里一下大家